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跟你们说今天我这三道菜做出来绝对颜值口感No.1 哎呀真的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首先我要切这个土豆 这个虽然是有点不孤一格 但是也算是不侥幸的 我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这个呢是我做了一个圣诞树 你看上面有西兰花点缀 然后还加了点青豆啊 还有玉米 撒了一点星星 这个是小雪人 可不可爱 天不漂亮啊 有点愤怒的圣诞老人 你看他已经流泪了 流出了白色眼泪 不行我得替凡人们尝尝好不好吃啊 要不然我怎么回去交差 嗯 世纪惨案 圣诞老人被大魏仙女七七吃掉了 嗯 草莓特别甜特别香 融合了奶油的甜味太棒了 嗯 这个是儿子 这个是爸爸 一家人独姓都被我吃了 我做西兰花的时候 或者在上面撒一些黑胡椒 撒一点盐 我觉得就特别好吃了 玉米粒甜甜的 然后青豆 有豆香味 其实圣诞节的由来 就是祭奸耶稣的诞权嘛 圣诞节的一些食物 比如像圣诞树的蛋糕啊 还有圣诞火鸡 圣诞节其实大家也很穷 但是是一个节日 所以为了庆祝这个节日 大家要屠宰一些肉类 就拿火鸡来做 所以后来呢 时间长了以后演练到现在 火鸡也作为一个圣诞节 必吃的一个食物 我尝尝这个 我这个肉菜里面 割了那个 杏鸡菇的碎儿 还有马蹄 所以吃起来 各自各自脆脆的 最后外面裹上一点 一个糯米 这鸡肉挺好吃 因为菌菇里面有菌菇的鲜美 然后再加马蹄的清脆 所以肉菜混合在一起 就可以属于肉吧 不是那么的糯米 这是我还会不会做咖喱鸡块 像咖喱鸡吧 像 这并不是我通线有缘的车 我要下车 加完这个沙拉酱鸡的 奶香 奶香 飘车 你们脑海当中圣诞歌 只有什么 我还有一首伤感的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像祝福不知该的谁 爱被我们打死结 这叫啥 肉丸终结者对吗 我对我现在真的是老了 都不能熬夜了 熬夜的话要有好几天再玩 然后出门一定要带一个保龙杯 满岸杯里面都放上满满的枸杞 喝红枣 我端着吃我的大肉馅 这个V吃点 我刚才说 这个肉馅的味道 特别像外面卖那种 台湾翠湖烤肠 而且比它那个要健康 让我把它五码分饰 我觉得是两斤的猪肉馅 或成了四个雪人 相心相爱 看这像不像我大卫瓷器的漆 大家一定要记得去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大卫瓷器哦 你们都想好圣诞节怎么过了吗 你想要给你心爱的人 准备什么礼物吗 可以尝试做这个糯米丸豆 做成是雪人的形状 惊喜 然后又特别好吃 然后你们之间的感情 也会像糯米一样 黏在一起 不分开 好 这是我今天最后一口了 上面还有一颗小星星 我之前大家都在圣诞节呢 有人爱 有诗作 有所期待 完了 这不是我给叽叽咕咕咕的礼物吗 这都被我吃光了 一点都不受 这咋办啊 完了 完了